在美国,有超过1400万人缺乏基本的英语技能,2500万人表示他们说的英文不是很好,而语言障碍与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和健康状况较差有关。 与说英文的患者相比,不说英文的患者获得的预防性护理往往较少,并且在医疗保健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随着美国非英语患者数量的增加,开发创新的方法以促进临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变得至关重要。 7月21日,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与斯坦福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合作,介绍有关非英语患者医疗保健的最新数据。 找出阻碍他们获得医疗服务的障碍,并探索消除障碍和改善健康结果的潜在解决方案。 斯坦福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联合创始人拉塔·帕拉尼阿潘指出,其机构致力于亚裔、西班牙裔以及原住民少数族裔的研究,关注的是这些群体的语言服务。 他们发现,在美国很多的检查都是用英文做的,如一些化验、测试。 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尽管有些医生说他们精通其他语言,往往其实是在口语上是可以沟通的,但碰到医学领域专业术语时是不能应对的。 15%的人在家不说英文,英语的熟练程度不见得等于医学术语的熟练程度。 他建议,无论在何时,如果英文不好,一定要使用专业的医学翻译。 有语言障碍的患者往往抱怨他们获得的健康资源较少,护理较差,患者满意度较低。 帕拉尼阿潘表示,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他们都说医疗口译服务不够,这可能包括预算的因素。 这些年,电话口译增加,但情况并不理想。 一种情况是需要口译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因为没有网络或网速不够,无法利用口译服务。 另种情况则是口译服务仍然无法安全反映病患的情况和医嘱。 相对于英语流畅患者来说,英语水平有限的患者,医疗成本高出34%左右,因无法报告症状,导致无法确诊或延误病情比例更高。 在住院、手术延迟、用药管理以及预防性筛查方面都风险更高。 帕拉尼·阿潘强调,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癌症预防与控制部英格利德霍尔介绍了去年发布的一项, 对于英文流利有限的讲习语群体的跟踪调查。 他们发现,很多时候,这些讲习语的成年人由于语言文化程度有限,或者适应美国文化程度有限, 他们进行癌症预先筛查的比例大幅下降。 不会说英语的患者所获得的预防性护理往往比英语患者少, 并且在获得护理方面面临更大的问题。 非西裔白人群体,有常规访问医生的比例为84%, 拉美裔可以讲英文的群体这一比例是78%, 而在英文流利程度不佳的群体仅为69%, 可以看出拥有常规医疗资源的比例是递减的。 因此,他建议为患者提供更适合语言、文化和语言的护理, 有必要消除教育和保险覆盖范围 以及其他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方面的不平等。 全国西班牙裔医学学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艾琳娜·里奥斯表示, 需要改良体制,为医疗服务提供商、医生、医院提供一些激励措施。 由于新冠疫情,现在提供一些电话医疗咨询服务 和其他社会资源由患者使用, 也需要考虑在电话医疗领域的翻译和语言问题。 三位专家均认为,增加医疗翻译资源包括提供医疗翻译服务, 不仅是帮助英语障碍人群获得公平医疗资源的当务之急, 也是美国降低医疗成本和英语障碍者就医风险的必有之路。 比如现在联邦政府与州医院合作推展医疗翻译服务, 并希望通过州医院与社区医疗组织合作, 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各个社区。 斯坦福大学等也开始和相关部门合作, 首先重点开发有关糖尿病的各种语言的翻译服务, 未来也期望AI的运用得到增强和辅助。